看到美国是不是衰落了 应该是看什么 说美国衰落的和美国没衰落的 两派打得很厉害嘛 最后就变成了实际上一个哲学问题了 认为衰落的 就是真的就认为它在衰落 当然证据 说没衰落的 它也能列出一大堆证据来 我们找一个标准 就是看看移民 看看世界各国的移民 它往哪个国家去移 如果美国的移民数量越来越少 比如今年是50万 明年变30万 后年变20万 我们就可以肯定说 美国再衰落 如果这移民没有变少 甚至移民数量还在增加 我们就可以肯定说 美国没有衰落 一个老学者说一句话 他说你看美国衰落 就一条 你去看看 美国住各国大使馆门前 排的对 人多了还是少了 什么时候没排队的了 美国是肯定衰落了 移民就用脚投票 那就是你要离开自己的母国 把整个的人生都投入到 另外一个一圈子 那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 那么就要看这个移民 它那个脚步走的方向是哪 它是选的哪个国家 到今天看 选的最多的 能来是美国 这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 更可见的 更好的一个衡量标准 因为每个移民 你要承认它都是理性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是可以做一个 真正的一个硬质标来衡量 美国是不是衰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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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